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俗话说 冬季的萝卜晒人生 今天就用萝卜 给大家分享一个萝卜丸子的做法 炸出来的萝卜丸子 颜色金黄透绿 外酥离卵 味道鲜美 好吃不油腻 下面一起跟着我的视频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青皮萝卜 将它的根部给它切掉不要 头部也给它切掉不要 再用削皮刀 将皮给它削掉 削好的皮也不需要扔掉 留起来喂鸡呀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也给它削去外皮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点的容器 再准备一个撒湿器 然后将萝卜给它刷成细丝 如果刀工好的话 咱们也可以用刀来切 用刷丝器 刷着萝卜丝 非常的均匀 接下来 胡萝卜也刷成细丝 现在正式吃萝卜的季节 多吃点萝卜 对我们的身体 非常的有益处 像我们的萝卜 辛辣味很重 我们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用盐 给它撒出水分 第二种的话 也可以给它焯下水 今天我用的是第一种方法 往里面撒入些食盐 再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放一旁 腌制十分钟 给它撒出水分 接下来我们切点小料 一块生姜 先给它切片 然后给它切丝 最后切成姜末 再准备把小葱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 放盘中备用 再准备点三肥七瘦的肉 先给它切片 然后再给它剁成肉末 剁成像这样 稍微有点颗粒感就可以 剁好之后 放入大碗中 这时候我们的萝卜丝 也腌好了 撒出了很多的水分 接着我们用手 给它挤一下 尽量把水分 给它挤干一点 挤好的萝卜丝 给它抖散 放入大碗中 然后把肉馅 也给加进来 切好的葱和姜 接下来我们来调味 因为萝卜里面 是有盐分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 加少许的盐 少许的鸡精 再来点胡椒粉 13香 来一点 再往里面 打入两个鸡蛋 这样做出来 更加的营养 接着再往里面 加入三勺面粉 一勺半定粉 土豆定粉 或者玉米定粉 都可以 然后下手 给它抓成 软硬适中的面团 给它抓匀后 再放入大碗中 像这样 软硬适中就可以 然后揪一小坨 手上再摸点水 或者摸点油 给它搓成碗子状 接下来我再来示范一遍 手上摸点清水 或者摸点食用油 然后揪一小块 将萝卜 给它搓成碗子状 像这样就可以 也可以提前 把它做好 摆入盘中 全部做好之后 将锅烧热 倒入多点的食用油 将油温 给它烧至五成热 下入筷子 像这样 茂密集的小泡泡 然后我们再下入 萝卜丸子 开中小火 给它慢炸 放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翼翼一点 不要把手烫到油 全部下好之后 不要着急翻动 然后可以给它滑动一下锅 使其受热均匀 炸一分钟以后 再转中火 然后用铲子 轻轻地给它推动 推动 再给它慢炸 三到五分钟 中途 我们用铲子 不停地给它铲动 铲动 使其受热均匀 千万不要开大火炸 不然萝卜丸子 会炸铲子 炸出来之后 形状也不好看 一定要开中小火 不停地给它慢炸 炸至像视频中这样 我们再开大火 给它速炸三十秒 这样萝卜丸子 就不会吸油 炸好之后 给它捞出来控油 哇 这样炸的萝卜丸子 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无论是用它做配菜 还是做火锅丸子 或者是蒸着吃 都非常的香 一锅炸不完 我们分两锅来炸 五成油温 下入萝卜丸子 开中小火 给它慢炸 四到五分钟 炸的时候 不要着急给它翻动 给它晃动一下锅 使其受热均匀 中途的时候 我们用铲子 给它铲动铲动 使其受热均匀 一直将萝卜丸子 给它炸至金黄熟透 像这样炸好之后 我们迅速的肉肉勺 给它捞出来控油 这样一道 炸萝卜肉丸子 就做好了 表面颜色金黄 稍微透着一点绿色 色香味俱全 看着就想吃 咬一口外面是酥的 里面是软的 又香又酥又好吃 而且做法和用料 都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再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到这儿了 我们熟哥 在夜天和 不算 我们熟哥 眼睛 也在